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0年 都已经是3月2号了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 我看各个群里 大家都比较热闹 可以说是感觉到一种春意盎然 春天的气息 感觉大家的信心恢复 信心满满 很多老师都集中的 不约而同的 争先恐后的 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所了解的 一些故事也好 或者一些认知也好 或者一些知识也好 记得好像是有铁哥 跟大家不但是讲了一些知识面 而且还画了非常好的图 铁哥我真佩服 太有才了 写小说是一流 讲故事除了口音的问题 但是它那种宏大的构思 那种格局 还是能够开拓大家的思路的 尤其是昨天画的那个 DCEP的那个漫画式的讲解 非常好 我建议大家都把它收藏起来 因为用一张图 或者几句话 就是老百姓的大白话 能把很高的 包含着很丰富知识内涵的 一个DCEP 讲的叫 潜显易懂 将来我们做市场的时候 也用得着 那我昨天也听了 这个东北韩哥的 他直播的语音 也非常好 可以感觉到 他的语气里面 充满了 对他的粉丝听众的一种 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也的的确确的 八个月来 还有一些人 是需要让铁哥 用这种语气 去开导开导的 还有那个瓦片老大老师 瓦片老大老师 那才是真正的 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者 瓦片老师他 很早的时候 开群的时候 做过自我介绍 做过自我介绍 他的经历 比较复杂 经历了很多历史的大事件 而且是在 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面上 因为他当时 工作的单位属于 我们当时就叫 国务院智囊团 那么个性质 就是给领导出谋划策的 给国家最高领导出谋划策的 也是要经常到 世界各地 还有中国各个层面 进行调研 而且那是八十年代 中国最开放的年代 都是把世界上最新的最好的一些创意啊 思想啊技术啊结合中国的实际 给领导提供参谋的 那他已经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呢 也游历过很多国家 那么他的见识啊知识啊修养呀 应该是各方面都是可以跟我们当老师的 他每天呢就是下午吧 跟大家也是在聊天啊 不一定都是完全的讲DC幅或者plus的 但是啊都是讲这个世界形势啊 经济走向呀 结合他的人生阅历啊 我们觉得你耐心的听一下啊 多多少少都能学到一些啊 开拓一下思路增长一些见识 老百姓所经历的金融 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金融最本质 你能否在里面获得 获得损失啊 跟你的认知度 判断力啊 是息息相关的 跟你的心态也是息息相关的 同样一件事 有的人 为什么那么乐观平淡的 在等待 有的人 半途而废啊 去干别的 然后又是栽到坑里面 更有些 很可惜的啊 很年轻的朋友 很早的时候就熬不住啊 选择了不理智的方式啊 非常令人惋惜啊 这一切 确确实实跟个人的认知度 有关系的 我们说学习学习啊 生命不止学习 不 生命不惜学习不止 尤其是做金融 金融啊 就是 玩的是认知啊 你的认知不到 不到就被别人挖走掉 你的钱就被别人挖掉了 所以说我们要 一切可能的机会 去学习啊 学习不是从书本上学啊 不是从书本上学 书本上是学不到东西的 学不到真知的 以前我们 敬爱的周董里有句话 叫从无字 聚处读书啊 与有肝胆人共事 我想这八个月啊 我们对这句话也有新的体会 后应该是比较精彩的是那位 老于于老板的语音 于老板的语音啊 这是大家最喜欢听的啊 你们所追逐的消息 说想了解的故事啊 应该都包含着有 开头我一看于老板 我一听 我真的以为是于林雄啊 我说这于林雄 是不是在向人民投降啊 我真希望是啊 不过呢 于林雄 据说现在还躲在柬埔寨啊 这种地方 他可能是也不敢回国吧 他的惹的事太多了啊 我碰巧前两天在抖音上 看他于林雄 早期的一个片段啊 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达 也是 他是讲着他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啊 拿着一个麦克兰的呐喊 我要让全世界听到我的声音 结果大家听到之后 发现这他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这个于老板只是跟他同名 而不是同性而已啊 也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口音比较相似 但是呢 是我们plus token的一个 忠实的用户啊 忠实的用户 那么他讲的语言里面 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啊 丰富的内容 有的点我们已经分享过啊 我建议有些人呢 可以把里面透露出来一条二条的总结一下 跟我们这几个月所了解的啊 对照一下啊 你可能会有一些惊喜 我把它总结成叫做分布式求证 因为六二八发生之后 大家一脸懵逼啊 接着 就是在寻找真相的过程 你没有真相 光凭想象 光凭幻想 或者道听途说 你永远是迷茫的 但是真相 又是隐藏在深深的海底的 且呢 我们讲叫分布式寻找真相 分布式达成共识 因为我们做的是区块链啊 核心的概念就是分布式去中心化的 我们昨天说过啊 这不是盲人摸像 是摸不出来一个像的 但是我们分布式的去 把这个重重的内幕啊 一个人剪一点点碎片 把它拼接一下 还是尽可能能拼出 能够还原的 至少接近真相那么一个事 在六二八之前 我们每个人啊 几乎都是在埋头苦干 都是在拼命的做市场 每天研究的是 今天去见谁 跟谁怎么谈 怎么想办法千万百计的 让他开口 让他的团队启动起来啊 没有人去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区块链 没有耐心去学习啊 他所肯的生态 他的内涵 我们这个团队的领导人啊 他当时就是这个主导思想 而且当时我们都非常认同 因为觉得这个区块链呢 太高科技了 你去跟人讲 你不一定讲的对 不一定讲的权 而听的人也没有耐心听 大家关心的就是 这假挣钱啊 你要我偷多少钱 能挣多少钱 怎么把钱取出来 完事 最后你会发现 有些事情啊 大家了解到的情况 是吻合的啊 吻合的 可以拼凑出一只大象来的 结果被六二八 这么一记蒙棍啊 被迫的让我们大家来 撑下心来学习 除了这知识方面的 那那个涉及到 为什么会观望 那六个人怎么回事 赵盛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角色 为什么说 我们当时啊 我吹牛的时候 一说那个神秘力量 存不存在 是吧 是不是你老父 一个人在那边故事呢 或者说你们几个人 啊 你们这站出来的 所谓的站出来的人 是不是照着一个剧本 每个人扮演不同角色 再给大家灌鸡汤 啊 就是说传说中的 拿钱维稳呢 啊 你听一下 这些老师啊 我相信啊 你会得出个结论 这是分布式求证的结果啊 没有一个统一的剧本 是 那公安局审案子 啊 一个是 两个当事人 三个当事人 他都会 第一个把你们三个人隔绝开 是吧 一个一个的问 啊 问的过程中 我们老百姓还有句话叫炸 叫炸 啊 炸骗的炸 但是那个炸就是一种 人家叫做审判的艺术 啊 ABC三个主角 分别审判 对A说 C这么说你了 对C说 B这么说你了 你成不成人这是你干的 其实啊 C和B 未必这么说了 A 啊 那么把A的心理防线击溃之后 啊 A录个口供 然后B再弄 然后C 不断的这么整 最后总能把真相啊 多多少少摸出来 但这是口供 我们国家法律不承认的 物证就是大家所谓的实锤 啊 那么对PLUS TOKEN真相的探寻中啊 也是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啊 当然没有强制性的 我们老百姓呢 也没法强制性 都是采取各种啊 各种各样的办法 包括一些被逼急了 一些无奈的做法 是不是啊 比方说 余老板里面透露出啊 某某老师啊 什么事到上海去求证的啊 那个我也 在那之前我也听到 其他人也说过类似的情节啊 这位老师怎么到上海去找小米分求证 他怎么见到的 然后当时他们说了什么 这不是听一个人怎么说 你听多几个人说 听这个本身当事人怎么说 对面的人怎么说 旁观者怎么说 然后他流传出去怎么说 你把它慢慢的才能总结出来一个啊 这件事啊 真相究竟是怎么啊 其实这八个月啊 这个可以说真相内幕 基本上就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讲 讲的水落石出啊 水已经落了80%了啊 后面的20% 口头上 微信上 网上 那是不方便落的啊 但是结果是好的啊 侧面 也是 都八个月了啊 也提醒一下 那些到现在 很拎巴的啊 扭曲的 非要去 去到北京的呀 或者这那种人啊 你自个儿想想 很直截了当的 你觉得不服不认可 你可以直接找本人呀 找警察叔叔啊 你可以报案呢 报警呢 结果怎么样嘛 你再想一想嘛 是不是 有问题的 究竟是 这些在跟你分享 在讲故事的人 还是你本身有问题呢 因为我现在就再也不方便 跟大家去剖析这个案情了啊 再讲没法讲了 我们就说有些东西是要保留的啊 中国是个特殊国情 而且这么多的用户啊 认知度是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是 我们讲消长之类 有的在天上 在地下 同件事啊 本来是好的事 他都能听成坏的 那就心态也有问题啊 判断力有问题 都是认知的问题 那么只有这各方面的老师啊 我建议啊 大家都听一下 包括行业上 每天我看七块钱 人们王老师做的这个课件非常好啊 那是有声音 有文字 还有悦耳的女声 还有浑厚的男中音 太丰富了啊 同志们在等待的时间啊 真是不会寂寞的 我们现在啊 除了学习啊 另外一个也不断不面对的 就是现实问题 有些人熬不住了 还是怎么办呢 确实你现实问题 经济压力问题 还款问题 不开网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你又必须去解决的 那怎么整啊 你只能采取最保守的方法 我们说财务危机啊 是宁可保守不能冒险的 不是说哎呀 我现在没钱用了 我就是要还款着急 我去做个项目投个资 那你就错了啊 错了 你这种心态 就不能再做那种 投资的带风险的项目 因为风险风险 你能从风险市场赚到钱 的前提就是 心态一定要好 人家说财不入疾门嘛 为什么前面 就给他放了28分钟 那个新电图 我比特币找 比特币你看 谁能判断的准呢 没有人 你说你去炒币还是做合约 你赔得起吗 你现在这种严重的情况 不能做这种 丝毫的带风险性的 宁可 趴着 宁可握倒 我们按四条话 就哭到去 只能静等 你动弹不得 因为只要有损失的可能 你就会让你雪上加烧 这种情况下 才去保守似的 就是老生常谈 开源 节流 你现在开不了 源 一千方百计了 那就节流 什么叫节流啊 节流的宗旨就是 降低你的支出 降低你的支出 延缓你的账期 让你 就是说最基本的要求 活下去 熬过去 熬到出头 熬到 叫云开 月明 现在 我们讲plus 叫DCEP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个时间就是必须去等 谁也没法给你讲一个 具体的时间节点 那前两天 有人说 那饶博士 都那样说了 那个饶博士是假冒的 提醒大家一下 有很多坏人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他就是要 来让大家闹心 这八个月这种游戏 这种把戏 大家见得多了 我跟你说 那个维权群里面 假冒的小蜜蜂 假冒的饶博士 假冒的傅老师 都有的 以前有人给我发过截屏 大惊失色 你看有人假冒 你玩假冒就假冒呗 我说我每天发的是语音 那文字的 我应该不承认 他把你的头像 copy一下 用你同样的名字 那个东西 在那个制造一些假的聊天记录 然后到处发 这种变态行为 你怎么刻 这种事怎么破 还是用我那三字诀 你问他算老几 傅老师算老几 他屁都不是 他有按钮 能用按钮 他说啥都是屁 完事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傅老师换成任何一个人 这都是成立的 包括雷尔 有按钮吗 有按钮 有按钮 那说了也都等实际验证 那其他的没有按钮的 当真屁把它放了 就完了 不要被这些人所左右 所影响 都都八个月了 心理稍微的强大一点 今天那么瞎扯了半天 我说把时间留给大家 今天是互动式分享 大家有问题的提问 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散会 现在请大家开始提问 这个问题是 关往后 关了智能狗 币没有提出来 项目方一直在用那种币 八个月了会补发收益吗 这个简单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 关了狗的会不会补发收益 传说啊 只能说传说是关狗的是没有的 但那毕竟是个传说嘛 我觉得啊 能开往提币 就是不信终之万幸了啊 补不补发收益 真不晓得 真不晓得 听说是只要没关了就补发 那你这个问的是关了的 补发不补发 我们就假设也会补发吧 想点快乐的答案 让自己开心起来 活下去的核心宗旨 是要死皮烂脸的活下去 也而不是忧心忡忡 起人忧天 没有开往 你用这些东西来折腾自己 何必呢 不要想这些让自己不愉快的 又找不到答案 你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纯属啊 咨询烦恼 这个有两个问题 这啊 就刚才那个问题之外 下面这个问题啊 他就把那个就挡住了 赛马模式是不拘一格 那么对于推广收益 是不是只有plus一样的部分机构才有 首先他说的这个赛马模式 是最长沐长春讲的原话是 不预设技术路线采用赛马模式 是指的他央行数字货币 究竟是采用区块链 还是不采用区块链 还是部分采用区块链 在这方面的技术路线上是赛马 谁做的好用谁的啊 这个跟后面这个 什么推广收益啊 那么至于是不是只有plus一家 或者说类似的才有推广收益 这个目前没有确定的说法 我昨天也是听到小道消息 我昨天听一个小道消息 就另外一个也是电话搬砖的钱包 是9月份被破官网 也据说是被国家要征用啊 那么你既然征用了 肯定都是有收益的 现在呢 我觉得你要是说的啊 DCEP推向全世界了 你只有plus token 才能推广 或者才有推广收益 不太可能啊 因为整体思路 你从央行或者国家来说 他是希望这个DCEP 尽快覆盖全球的 那么必然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的 他不会让只有一家去干这个事 那不就叫变相的垄断吗 你一个人啊 想出这个好处 那就没有竞争了 你自己也没有动力了 你就躺转了 那对国家也不希望是这样啊 必须要有竞争才有效率吗 啊 行 这个问题就回答这事啊 一个 我这一按就把那挡住了 大家慢点提问啊 因为这个一顶上去了 我就看不到你提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智能合约的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DCEP要植入交易所 成为恒地币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这个以前有些老师也分析过啊 我记得那个叫杨梅老师 铁克取能的杨梅老师 还有这个区块来人埋王 也专门论述过啊 其实DCEP最快效率最高的落地方式 就是植入到各个交易所去代替 USDT啊 这个完全不排除 也排除不了 只是目前官方没有提到这查 这个问题是啊 我的推荐人让我把智能狗关了 把币转到了火币 但当时看到在审核中 这个就是你关狗是在什么时候 好像是在7月5号之前 是可以关掉狗的啊 7月5之后你关也是关不掉的 如果你的狗关了 而你的币提了 你显示是在审核中 这个可能 它就是在审核中 这个币呢 应该在项目方的 但是没有到你的火币 是吧 币应该还在项目方的冷钱包里面 开网之后 它可能执行你这条指令 直接给你打到你的火币地址上 还有一些人是关网后提不了币 他又去开狗了 也是在审核中啊 那后来这批币呢 查到大概整个有两万 将近两万枚比特币啊 就是在漂浮状态的 628之后去开狗的 最后这个币也进到了冷钱包 我觉得这都属于开网后之后 才能确定的问题啊 或者说高科技 具有技术含量的 超出傅某人所能回答的问题啊 只能跟你讲到这儿啊 谢谢 是可以放心的啊 你这个币 没有到你的火币里面 那它就必定在 普拉斯托克项目方那里啊 没有说 漂在马行上的那种状况 是可以排除的 因为普拉斯托克 从问世以来啊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害 投资伤害用户的事情 这一点是起码的 信任还是有的啊 那好 今天因为时间 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啊 就这个分享 就到此为止 再次祝大家心情愉快 谢谢